花隔很多人都爱吃 捕捞花隔不仅需要特殊的工具 还需要熟练的手艺 接下来我们去福建连江 捕捞花隔的现场去看一看 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道奥村 20多名花隔采收工 带着采收设备 乘船来到距离村庄 大约3公里的花隔养殖区 10个人一组 行走在齐腰身的海水里 利用泡沫阀 网兜等收割工具 将一粒粒花隔从海沙中捞出来 并运到船上 利用筛选机将花隔进行筛选 再装入网袋 运网周边和省外市场 每天供应市场上到10万斤 面积大约5千亩 免收基本上是达到1亿 目前福建连江的花隔 已全部进入采收旺季 可一直采收到10月份